大家好,欢迎来到阿汤的历史世界,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下方订阅和小铃铛,感谢大家支持。 相信对于契丹族很多看电视剧的朋友都知道,这个民族在华夏历史上影响力不可谓不大,那么如今他们是个什么情况呢?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现在有56个民族,而在古代,民族更多,什么鲜卑、柔然、乌孙、突厥、匈奴、契丹等等,这些古代民族很多都随着时间推移,逐渐从历史中消失了。 我们知道,像突厥这个古代民族,后来被唐朝击败,有部分臣服大唐被融入汉人当中,有一部分则逃亡西域,最终消失在历史中。 后世也有人认为,突厥成了土耳其人的祖先。 在这些古代民族中,有一个民族建立过一个强大的朝代,辽朝,想国219年,比同时代的北宋想国还长。 这个民族就是契丹,但是今天我国的民族里,已经没有契丹这个民族,而契丹族自从明代开始就已经在史书上没了记载,那么这个契丹族他们到底去哪里了呢? 契丹族建立的辽国,自从被金国灭掉以后,一部分投降了金国。 这一部分辽朝移民得到优待,有相当数量的人继续当将领,或者继续当兵,效忠金国,为金国保卫边疆。 这些大部由契丹人组成的部队称之为九军。 当然,金国对契丹族的民族文化也是大家打击,比如废除契丹族的文字,把契丹人女真化, 并把契丹族的两个最大姓氏,耶律和萧信,改成疑刺氏和石抹氏。 到了金国中后期,金国贵族主动接受汉化,顺带着之前同化调的契丹人也一并被汉化掉。 后来蒙古族崛起,灭掉金国,忽必烈建立元朝后,把国内分为四个大民族,蒙古人,色木人,汉人和南人。 汉人指的是元金国境内的汉族人和女真人,也包括了契丹人。 汉人是宋朝境内的汉人,蒙古人对金国境内的人们划分依据是按照语言划分的, 懂汉语说汉话的都划为汉人,不会说汉话的划为蒙古人。 这样,契丹人在元朝时期正式被彻底融入汉人和蒙古人之中。 再说,辽国被经过灭掉后,有一部分追随辽国宗室耶律大使远赴西域,建立西辽。 后来西辽也被蒙古踏灭,这一部分契丹人彻底消失。 这部分契丹人主要是和当地的居民,主要是突厥与系部落和穆斯林逐渐融合,成为阿拉伯民族的一员。 西辽这一支契丹人已经被铜化成外国人了,我们可以不用管了。 那么被铜化掉的契丹人,或者少数未被铜化的契丹人,他们今天在哪里呢? 元朝攻灭经国后,经国境内的百姓,包括契丹人,很多都被携带着编路部队,跟着蒙古人南征北战。 有一些就留在了蒙古人征服的土地上,比如云南这个地方,就有蒙古族,当然也有包括契丹族在内的其他一些民族。 根据有些研究者考证,云南有一个村子的人,竟然是辽国开国皇帝耶律阿宝基的后人。 这个村子的人姓蒋,家铺明确记载着祖先是耶律阿宝基。 蒋氏祖先姓耶律氏,明阿宝基,创建辽朝,为今所灭。 后裔以阿为姓,又改为莽,在原初随蒙古军队南征有功,受武略将军之职。 明朝洪武年间,因路川平免叛有功,分寿长官司,并世袭土职,后又经历数代,改为蒋姓。 云南德宏歹族景坡族自治州。 蒙版蒋氏家谱 至今生活在云南的契丹人后裔中,还有阿姓、莽姓和本人等姓氏。 不过民族划分都已经是属于汉族了。 在云南的契丹人后裔中,也有少数是划分为白族的。 在山东文灯的从氏家族,据说也是辽国皇室的后裔。 据学者研究发现,山东从氏家族是皇太子耶律贝的后裔。 耶律贝是耶律阿宝基的皇长子,不过没有登上地位。 后来耶律贝的儿子耶律软夺得皇位,追视耶律贝为让国皇帝,庙号义宗。 而比较纯正的契丹人后裔被公认为是今天的达汉尔族。 根据科学的DNA检测,发现达汉尔族人和契丹人的基因特别接近,可以确认达汉尔族人的祖先是契丹族了。 在金庸小说里,郭靖的女婿耶律齐的父亲耶律楚才,就是郑正宗宗的契丹皇族后裔。 不过,根据书中和历史资料的描述,耶律楚才已经严重汉化,像个大儒,可以把它划分为汉人的。 而近现代以来,比较著名的契丹后裔可能就是老舍了。 很多人都知道老舍是满族人,但其实老舍原名舒庆春,满姓舒穆璐,而舒穆璐氏出自近代女真化契丹石抹氏。 石抹氏又是辽朝皇后萧氏一族的一个分支,可以说老舍确确实实是契丹人后裔的了,有可能和萧丰是远亲哦。 诞生之初的契丹以游牧为生,并无自己的姓氏,他们呼喊彼此多以地名为主。 但是这样有一个弊端,就是多个人都拥有同一个姓氏,着实不方便。 建国后,民族中终于出现了姓氏,就是上面小编所说的耶律和萧信。 关于耶律的由来是这样的,当时很多人居住在希拉穆伦河附近,一开始只是部族的名字, 后来发展成部落的名字,再到后来确定为氏族的名字。 耶律翻译过来,意思为刘氏。 史书《后非传》里是这样描述的,太祖汉高帝,原来是耶律氏族,称帝后称为刘氏。 事实上,在很多人会有契丹族只有两个姓氏的认知的原因是, 这两个姓氏算是较大的,并且后人有卓越的成就,所以造成了这种错觉。 所以,除了这两种姓氏外,契丹族还接受过来中原君主的刺信。 817年,契丹族尚未完全建立起来,为了使自己的民族完整地保留下来, 于是依附当时的大国唐朝寻求其庇护。 契丹每年都会如期朝贡,遵循唐朝的整治方案。 所以,当时唐朝和契丹的关系甚好。 为了奖励契丹的乖巧,以及护边疆的功劳,皇帝决定赐给契丹理性作为家赏,后来又赐宵信。 然而,在辽灭亡后,惊人入侵。 契丹族的统治者换成金后,他们的姓氏也随之改变。 曾经的耶律改成了疑赐,而石抹取代了宵信。 至于曾经唐朝的家赏,也只是在契丹族的一些上层核心人物中使用。 百姓们的姓氏大多已改变。 综上我们可以得知,建立过辽王朝的契丹族并没有灭绝。 他们分别融入汉族、蒙古族,以及达汉尔族、白族、满族等多个民族中。 而今天的奖姓、从姓、阿姓、蟒姓、耶姓,以及本人等姓氏,可能就是辽国开国皇帝耶律阿宝基的后裔。 你的姓氏是其中一个吗? 前段时间,云南施殿的网友声称,在仙辈的坟墓里发现了契丹文。 这就从侧面说明了,当时的契丹人远远地迁徙到了云南,并没有在北方一直生存下去。 那这又是为何呢? 这位云南的网友姓蒋,但他的祖先是阿苏鲁。 专家就开始研究起来了,通过查阅资料,专家表示,当时有不少的契丹人准备跟随忽必烈去云南。 所以今天在云南发现契丹人的后裔,也是有可能的。 这位姓蒋的网友还表示了,虽然自己姓蒋,但祖先是姓阿的。 为了避免战乱,才不得已改了姓。 一开始姓蒋,到了明朝,又被赐姓为杨、蒋、礼。 直到今日,蒋姓就这么流传了下来,其实祖先是契丹人。 这一说法最终也得到了专家的认可,大家觉得呢?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